剛才示範教學一下是音響以及投影機設備的使用 首先確認所有的電源都是連接恰當的 並開啟它的電源是亮紅燈的 再來打開電腦 亮藍燈都在運轉 投影機布幕這邊有向下 暫停也去上升 投影機的話電源在泡這裡 可以拿開 然後也要注意一下 因為它有兩個畫面圓 一個是一樓一個是前面 都是DGA的藍色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使用前面的G2接號 假設如果有些同工還要旺的話 我們就可以幫它調整一下 在這個畫面的畫面 就會歪歪歪的稍微調一下 然後以及可以選擇調整大小以及焦距 先調好大小的時候再調整焦距 接下來我們看音響設備這邊 首先更入電腦 密碼是1111 如果有變動的話 就會再跟大家講一下 好 電腦的話 首先 本身的音量也調到最大 這樣子的話 才不會讓電腦聲音輸出出來的小聲 好 我們再來看這邊 同時要確認一下它電源是否有開 最上面有個電源開關 如果有人關掉的話 然後這個音響呢 它都會有個總音量 總音量的話就是涵蓋所有的子音量 所以也就是說要有總音量以及它自身的子音量都出來 我們地下室的話是1 第一軌 如果你關掉它自己的話它不會有聲音 你看這是第二是由樓上一樓傳下來的 但我們現在並不是要把1樓的畫面傳出來 所以可以先關掉 然後把1的來 但如果總音量關最小的話 自身的音量再大都是聽不到的 所以總音量要有 自身的音量也要有 我建議就是將電腦的音量開到最大之後 再來這邊做調整 才不會有太多的電流聲 雜音等等 好 那如果要檢查 四頭線狀況的話 可以先看 我們電腦的音源線四頭銜接好 這就像耳機的3.5接頭 然後是接在綠色的 然後畫面線 HDMI 或者是VGA 你都可以看一下 我們接好 而我們地下室使用VGA的線 藍色的 跟電腦一樣 來 看前面 這邊 這裡 好了嗎 可以過來一下 這邊有接投影 如果有人是使用他自己的筆電 就可以接在這裡 然後音源線一樣 寫在這邊 好 那如果有人要用麥克風的話 這卡諾頭是那個麥克風使用的 公母頭 封的寫在麥克風上面 然後另一個呢 你就可以先接在第三軌 或第四軌 在我空格這邊回接 但建議的時候 先把音量關到最小 不管是樂器的 或是麥克風的 都記得先把他自身的音量 關到最小之後 接起來 再去做音量調整 可以試音 嘿 喂 聽得到嗎 然後可以再做調整 一樣 這邊可以調整 高音 或低音的修正 這之後可以自己試試看 可以調整他音色 綠色是調整音色 白色是調整音量 紅色是總音量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就是來招呼和收拾 把電源 好 再來 把電腦給關掉 關閉電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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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起頭螢幕 關閉頭螢機 最後 最後 等頭螢幕收好 的時候 再把這個總電源 關閉 好 那我們今天下集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跟我們下集中 看一下 我們下集中 我們下集中 開啥